希望我們做一個電話題材 那我們那時候就考慮一下 我們覺得說要做就是要看目的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一點在擔心 事實上台灣很多很多的企業他們在做什麼意義 所以是對國外的意義 那可是這段時間我們聽到已經整個平白了 然後呢未來可能每段時間生活型態跟做生意的型態也是 開國會變少 那所以我們就長期來講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好的幣度 而且光電的長度有個縮短 意思就是大家的招勤還蠻深又蠻美麗 那所以我們會覺得需要一個比較好的幣度 那也就是第一用這是PPU 那這一類的東西從頭上開始 那台灣的東西有一定的規定 那所以利用這個機會呢 一方面也幫助這些已經投入的這些廠商 讓他們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出路 就是說我們至少要想像大部分比較可以頂直的這些機構 我會看到那個在當地可以建立的一條融資微行廠 這個一天出200萬片就能力 所以我們會變成說很重要是我們要很確定 怎麼樣控制這個公力鏈的一個確定是可靠的 如期如期啦 對對對 那所以我們需要從這個地方開始慢慢獲得到其他的領域 那最後變成一個有一個台灣嚴犬的一個概念 OK 就是白國發言人那個魅力太晚了 對 非常好 謝謝 所以我請我們再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鄭偉還有董金載都有掌問大家 那剛金載我做了開頭 我這邊還是檢要跟鄭偉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原則上想要做一個是V2V的跨地商務國家對 那這個原則上我們還是以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 整個疫情後的世界身邊影響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多做完 MIC我都聽過 都聽過了 是 那這個我們不用幫人弄 然後可以直接跳過去 那就直接切入到正題 以防疫健康生活這個產業為例可以做的 我們大概直接 國內跟直接可以做的 跟國際事業可以做的 那大家就做一個參考 那原則上我們主動在右下角這一塊 就是跟國際間跟間接的合作這一塊 那剛剛金載有提到 其實就是一個口罩防疫台灣的這個brand出去之後 然後把相關的金品可以一起再帶出來 因為這個形象在國際上已經形成了 所以就希望在組建數位行銷國家 都能夠有系統去整個行銷台灣防疫的成績 那這個就不只有口罩這個部分 那相關的台灣金品 或是防疫相關的物資 都可以借你們的品牌把它帶出去 那這個台灣任務委挑戰就不用講 就是不管同性 我們都在showshand很久過 對 我們創業的時候 所以跟這個開會怎麼快 因為這個真的這麼多分實性 那怎麼全力的轉向軟體的服務跟品牌的通路 那這個虛擬世界核心的建構跟這個品牌 那這個當然還有提到 這虛擬世界建完之後 你後面 背後 假設你到國外去 那背後有一整套配套的倉子也好 行銷通路跟marketing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都要共同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在第三個 如果加助產業介紹一些數位轉型 然後如果做一個系統的行銷 前面那個I跟後面那個F是什麼 你知道嗎 IoT IoT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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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所以丟回去的時候就S了 傻了 哈哈哈哈 繼續 那這個概念就跟指引展 我跟正文這邊報告過 大概很簡單就是自然話 那最底層的 你透過這個如何延遲去找出延遲的工商 那我們這次先從口罩去做出境 那我們初步了解 現在市面上角是66加對的 那我們猜出來大概55加 再塞到26加 26加怎麼組成是當初 比如說康納箱這些好原物料 然後他可以生產 就是他有意願也有能力 然後就配合經濟部的進去 大概這26加裡面我們再三選一次 大概有11加十五個美國FDA 如果說以這種概念來看的話 第一波可能就是這11加先上去 然後後面相關的邏輯或是概念的商品 我們就是上去做嚴選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剛剛有提到信賴 信賴商務聯合服務的部分 那這個包含訂單、金融、物流通商 跟信賴保護是一些資安類的 那這個支車位在本身版 就有轉往很多 金展跟電池VP代理之下 都有很多相關的服務跟產品 那再往上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建的這個V2V的電商平台 那再跟上層那一層就是剛剛跟政委報告 包括那個媒體廣宣 那些外商的機構者去做配合跟合作 那我們邏輯處理的 處長建議的比較小 那這個理論架構如果是正確的話 那其實已經兩位UP公司拍了一個會 裡面相關我們的整個支車位是全力在支持這件事情的 那包括創政處以往 我們在北中才會有產業這種能力 那無創手就比較在電商用多的看法 那其他的研究所像那個通訊的或是資安的 他這邊如果去做一個嫁接 那就往上剛剛都塗到最後再多說 那最上面的V2V的市場計畫就是NIC這邊帶過的協助 那整個房地的結論我們把他用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未來他可以去穿入進行碼 那通過OPEN的API去做進行碼補儀身份的認證 那再往上那些隨時應用到廣泛的 現在口罩工廠已經先要再處理 未來包括書困的方案 或是電子能力等等 這個只是做一個參謀我們都可以做一個擴散 那底下這邊就請政委做一個參謀 剛剛有提到我們66家可能會先低波斯才10家 那這個我們有去實地去跟比如說綁織所在驗證幾台 那我們也陸陸續在拜訪相關的口罩廠商 那這個就是剛才有跟政委發訪 那他們載到北中南 那這個就是會內的強項 因為我們地方創生出的組長在這邊 那他就是北中南各地 我們現在如果我們都在跟他們做一些交流 那是法社區 那剛才有提到政府相關的書 其實這只是一個法律公正正 不只這24校 那相關的之前 那是政委講的就是 我有聽過一樣 我們這幾個希望做的是前面前台的部分 是如何把整個法律相關的補助商 做後台去做一個創接 那前面整個user就比較方便 對啊 所以前台一次後台整個 對 那看其他處長有沒有看到 那大概我們就先做一個 因為這個生態系 我想每個處都已經有自己身在裡面 只要設計的方法 好 那我先做簡單的事 簡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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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七十五場 我想我再補充一下 他一開始有講說 我們長期目標的希望說 做一個台灣嚴選 當然 一個平台 那所以 eventory 他到後面會變得很複雜 對 這個你surprise chain的管理會變得很 所以我們後面就會把路 做比較多的subscribe chain上面的 改變 以其可能會打路 或是很多其他的方式 去做認證 但是呢 所有事情還是要有一個開始 對 我們開始還是從口罩開始 對 那做口罩呢 就暫時還用不到這麼多科技 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哪幾家商可以 因為製造的也小可行方案 對對對 多了你現在也很難 對沒錯 從那個地方開始 慢慢 一度往下走 然後看需要什麼 所以基本上我們計劃的 對這個 策略是怎麼樣 是 OK 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 數位置理這個4.0 雖然比日本5.0 好像前100 但是 我覺得數位置理法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概念 那就看 因為這是一個生態系 我想每位書長都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看是哪一位先 最簡短的 講一下 你在這個位置裡面 看不清楚 看到什麼為什麼可以幫忙 我想在這件事情 其實跟這次的疫情是有很大關係 以前台灣的廠商 大部分就是提箱拎著就到全世界做生意 哪裡都去 可是疫情的關係 就都在台灣 對 以前像e-commerce B2C的比較有業者在做 B2B的因為它是提箱全世界好 所以它比較沒有在做 主要是它沒有這個習慣 對 或是它沒有這個尋求 它有足夠的生意 是的 但這次下來就會發現說 你B2B非做電商 你不做後面就很長 但目前去看B2B的電商 都是歐美和中國的平台 台灣沒有 B2C還有看 因為它們如果在產業內 你會怎麼固定 對 它以前不需要 可是這一波下來就變成 非要這樣子的 那要形成B2B電商平台的形象 如果沒有介力 台灣是很難的 因為台灣整個供應鏈角色 所以這一次其實這是一個很關鍵 能不能借這一次口罩 個人法院健康這一條路 能夠變成 大家想到說 喔 我機構企業要買東西 可以找台灣 而且它是可以信來的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關鍵 那衛福就有個網址 臺灣handle.com 是 你們要把它 然後接起來後 後面就有這個形象 以前是要問房子 有別人 現在房間又要過了 是 所以這個上面 前面那一帳 它就有說 將來其實重點不是我們的電商品牌 是我們這一個信賴的供應鏈的形象 那上架呢 可以上到全世界去 也可以去跟像衛福物資 這種台灣Campion去連獎 所以大家找進來以後 要接觸 這個是日口信賴的 台灣的品牌形象就出來 然後後面再拉到供應鏈帶專 一次串起來 那這一步如果跨進 跨出去 將來更多的商品都可以走這條路 意思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關心品質 關心信賴 這一個課題的任何商品 找台灣就是對了 你如果只是要追求價值 廉價那個 你可能有其他的 但是 品質 信賴就是找台灣 所以希望這一次可以跨出這一步 我想這是1.0 第二點就是 因為這次 在10年1.02.03年 這樣整個做下來 其實台灣的這一套守護學 是別的國家很難複製的 但是呢 我們是有機會 因為很多都是 像那個 官網或什麼的 一起來做的 我們之後 他們一起來做 所以這一個能量 其實是可以變成一個守護群 如果這個守護群 也可以變成另外一個 那個資訊服務的形象 能夠走向全世界的話 我想這兩個 一個是從守護群走 一個從餐廳走 對 那這個新的生態 就有可能借這次疫情可以做起來 對 所以我聽你剛剛講 就是資訊服務或者是官網的意思 是說他們去幫錢 還有類似需求的一些 其他國家 對 那是B2G啦 對 所以那一張圖 那一張守護群那一張圖 你往後 對 還是往前 對 這一張 這一張是台灣的架構 這也都是台灣的廠商和政府 一起建起來的 對 那這樣子的能力和能量 如果到別的國家去複製的時候 那是整個 從Government架 一個大的守護群 對 那這個複製呢 規模就很大 這是個別的資訊服務業者 那很難做到的事情 對 因為我這邊會提到這個B2G 就是因為微信口罩一貫廠 就是我剛才講到那個用法 那那個用法 其實現在也是國和經濟食物司 他們主推的一個產品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需要 就你礦一塊地 水電 消防等等 這個如果不是當地的市政府 州政府 那說真的 你要對方的一個私人企業給你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例子 就是Hawkson也有做口罩 但是比較少 比較少能夠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這個supply chain 完全整合到國內 尤其是口罩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就是製造出來 不表示你能夠平均的配銷嘛 所以這個後面 是是是 現在整個商品開出去 對 那國技術他們那個 就那個SIPA 那個project 就是SI的這個出口 是是是 那如果是整個手錄群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說 我不只是賣你優質的口罩 那你整個國內的實名的配銷 我們偷偷手錄群 也可以遺傳或是服務 對對對 我要講的是說 像移民主義 等等 這些其實在國和會 在這些體系 其實早就有一些例子 只是說之前我們往往都是說 你是技術方案程度比較低 我們從最一開始連光線都幫你拉一路上去 那現在大概不是 現在很多都是已經發展了 它光線早就有了 我們是在上面應用層 不是ICT層 去做工作 那當然理論上這樣子 但是價值的程度也就更高 對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可以帶的 因為現在5G在發展 對 所以即使它沒有infrastructure 那個5G進去 加上這個 所以從infrastructure 一直到手錄群 通通都遠 這也是台灣 因為5G對他們產生非常嚴重 所以可以把它串起來 那這裡當然就會 對方 因為我常去跟一些這個導播 不管我們邦交國 或者裡面相信的國家 他們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那很好 但是我們外聯的資訊頻快非常貴 就是大家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他們希望 所有的這個包含個資 或者是所有這些處理的基數 最好都是在他們當地的intranet 裡面就可以跑 那而且呢 最好城市馬鹽都讓他們去進行修改 因為我們語言呢 很多東西跟他們是不一樣 語氣就是一個大問題 有的還要往左寫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是已經準備好說 我們就完全 怎麼講 你不要連回台灣的內衡center 自己幫他簽 他們也抽出了目標的話 我們就自己幫他把那個資料簽起來 那台灣是因為有好幾個資料庫 好幾個系統 所以我們在很快的期間 有了政委的資訊 就像馬上有一個平台 馬上對文藥的問題去做 但是有一些國家 它連系統的資料庫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它未來要不公平 那幫我傳十一個系統啊 十一個或只有七個 那難道另外四個用台灣的雲解決方案 這哪一個全國家會談 要去過去啊 要去過去啊 對 因為我們國際署有幫那個 那個政府的電子公文交換的那個平台 有帶到那個郵邦去 那那個就是當地從那個 那一個小九 然後一支箭到上面 都是Localized 對 那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是存信嗎 不叫負擔嗎 會嗎 對嘛 所以就是等於就是open source 其實就是 人家改也不用問過我們 這個情況 好那如果是以這個為前提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贊同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感覺 因為我們像其實南韓 也在用我們口罩提供 就是因為那是民間開發 它本來就open source 所以一大堆三角形 紅色綠色的那一個 其實南韓的開發就是拿著這個 去要求他們的政府 開放那30秒一次的數據 那這個就是反向的 就是我們以前叫第二軌 但現在因為這一軌特別大 已經不能叫第二軌了 就像不能叫第三部門一樣 就是社會部門的公眾外交 所以我覺得如果就是 以open source為目的的話 這裡面每一個單獨的廠商 好比上都不要講的 口罩地圖的部分 那或者是那個HTC 那家叫什麼Deep Q Deep Q它其實在一直神通 然後在也包含主要地圖 然後機關家等等 都是他們的作品 那也許它是一個單點盤道 後來它就會發現說 後面需要很多資料部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帶過去 但是主要還是HTC在做生意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對我想這一次也是一個機會 因為原來這些廠商的 手錄群不一定是open source 對 那如果利用這次機會 政府有一些資源可以幫助這些廠商 把它這些非核心的東西 變成open source 那帶出去將來 對方基礎的有了需要核心的 我們的系統就可以去做生意 好看其他有沒有要補充 補充 補充 這邊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大型的孔照散 它現在如果政府經濟可以外銷的話 基本上它自己有必要 他已經外銷了 對對它也不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identify 說有沒有這些 哪些人在後續的時候 他需要我們BQE的電商 那這個還在盤底 OK 那它如果有需要 那我們的認為 那幾天的討論是說 其實對這種BQE的話 它可能還是需要有一個公信力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在這整個頂值的check-in等等 我們就希望可以優質這位的blockchain這種東西 現在是抽鹼嗎 我們有記錯了嗎 對 現在是 按照基地部長的手法是抽鹼 就是出去之前用抽藥 所以就算要正常 對 但是 即使我們這邊是OK的 正是很大幅的 那以國外的買家 他上了這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BQB的電商 你怎麼讓它再更快的訪證 那就像我們在做那個什麼 金門酒廠或什麼雷射反尾 一直到RFB反尾這些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台灣生產端 我們就把這些生產的資訊 認證全部都上列了 對 然後這樣子它來追蹤 起碼比較OK 但是如果在食品運作 它把我雕包我也沒辦法 類似像這樣 infrastructure的這些東西 那如果這個東西 是可以跟既有的 像外貿協會 還有一些什麼網站等等 那這些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 如果你要分散市帳本的一個前提 其實就是沒有政府對政府 沒有G2G的承認 因為你如果G2G都成現在的條約了 那雙方會各自去管自己的就是查商 所以這邊講的是說沒有G2G的情況 我們B去圖他們的G 或者我們的B去屬他們的B的情況 那時候分散市帳本才出現 對 了解 謝謝 看有沒有其他要選擇 對啊 OK 所以我們今天來接受 我可以走什麼 對我當然那個網友 其實Herson來請教 反向真偉 就是說 應該說 這次的口罩 不管是實名字還是一定名字 這樣一直升級 那現在剛剛所提到的很多前提 B2G大概台灣也成熟 各官大概也是 對 所以剛剛弘所長所提到的這個B2B的 甚至有一天是B2G 是啊 那如果這個信賴的 因為它畢竟還是PPE 還是跟醫療 還是跟信任用關係 那如果可以通過Grad chain 能夠去整合這些東西 謝謝 那我覺得這次會 在扮演這個 這個ICT的重要角色 Ethereum Hyperledger 什麼別的東西 嗯 你不曉得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要公煉私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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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講分身上 它大概是四種不同的應用場景 是 對 那話比像說就是奧靈靈那種 那種用法 那是就是生產物流斑 大家都用公煉 的資訊用法 是對 那或者像那個什麼智慧電錶 它是這個 雜錯過之後 只把特徵指引過去 所以是壞掉了你會發現 但是怎麼壞了你不知道 等等 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場景 可能還是要講得更清楚 不然的話 如果只是講分散式帳分 就好像說 那我完全是資料圖 太好了 對 然後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 就是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剛剛特別是 就是你們那一部分工的部分 我覺得那張簡報真的很清楚 而且少數我看到是從底下 講到上面 我覺得這很棒 你都會很科學 對 對 所以我第一個說 你問我可行度 我覺得可行 所以這沒有問題 就絕對是可行的 那我們在WHN1的會前會 就是那個14國的小型多邊會議 上面其實也有 討論到類似的整個體驗 那詢問度是非常高 那 反正 衛生部在我們這邊也有同學 所以今天的討論方案 你們見到 最應該是可以公開 這不是什麼秘密 那我就直接 就是請外條庫去去考 對 那接下來 如果還有需要我幫忙的話 包含就是幫忙 討論 錄個六分鐘的影片 等等等等這種東西 都很歡迎直接聯絡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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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是只是你赚钱再去做 而是这变成我的品牌的一部分 对那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登记组织 它就有一个资料铺 那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 对那只是叫市创平台 那你按它比方三健全生活 就是健康的部分 你们就可以看到所有在台湾 他正在能够讲得出他的公司章程里面 他每年可以给出报告说 你跟他做一块钱的生意 他可以帮社会节省多少公共卫生的成本 或帮社会介绍多少教育的成本 或者没有这些成本 那我想在以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些没法货币化 所以就是变成大家喊价一样 就是变成这种行销的话术 那现在就是上市会公司那里有GRI 但是比如因为股意非上市的这些团体 不一定是公司 也透过像SRY、SRS这些方式 去货币化它的社会影响 那这样子的话 对国外的朋友而言现在很多 就是说他如果知道你创造出社会价值 他都不那么跟你进行计较价格 因为他是循环设计永续购买等等 就是你有对到他的那个PBI 那他的那个PBI 现在都已经是用SDG在写了嘛 所以你能帮他完成他的年度SDG目标 那这个时候就算价格高一点 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就是加值值加价值 不一定是价格了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想 我们就可以从本来那个Costum的那个想法里面 稍微再解剖出来一点点 所以就具体建议就是说 如果这边的生产性有成功 他还没有在社窗平台上登录 就上来登录 登录的时候记得选SDG3 然后把那个第三项SDG的logo 就是那个就是健全生活 健全生活 你几三他都有17项的第三项 对他有一个网址 globalghost.org 那有中文翻译 globalghost.tw 就是像我们去WHO的所有的活动 WHA包含我们会见会 那这个就是大家共用的logo 或者如果你做的东西能够减低碳排放 那你就要挂这个logo OK 那这些都是现成的 这比我们自己再去弄你的台湾精品 你要来很容易接受 是 对 来买新潮 好 我没有别的理解 可以帮你帮你做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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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口罩实名支配 帮助配送体系 然后分配等等这相关的东西 对 他现在都是Open Source 好像不是 有一些是 它是道具人体广盖的 道具人体广盖的 所以 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 其实 核心的系统大概是不太可能Open Source 但是这些间间对 所以如果说在这中间可以整一套Open Source 出来 用那个东西当成 跟国际去借鉴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三倍券 因为三倍券的系统也是那个盖的 所以三倍券尤其是它牵涉到经济活动 而且要取信于大家 旁边要说你每次绑定 我现在就告诉他们说 你绑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组新的UUID 也不要去做什么加研的身份证紮凑 而且都还可能反推回来 你就每次绑定的时候就生一个UUID 你也不肯地反推回来 而且你取消绑定那个ID就没有丧失意义 那这个如果在经济会上面说 就是政府对于指导演消息系统一点兴趣没有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你倒三千 然后我们刷退给你两千 就到这个程度 那这一部分 尤其是如果未来要到欧洲国家 这个是GDPR最最最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们如果在source code 层级就可以证明说 我们是以这个隐私为目的来设计 那这样你打入那个市场才有可能 不然他只要一句话问说 你们DPA的证书在哪里 所以我们还没有DPA 所以 所以就是说一开始透过这种 就是privacy first的方法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我也很诚实的说 以前报水软件设计的时候 这些都还没有考虑 没有 因为欧盟的就是国民 然后我们这边报水 就可能几个人而已 对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样子配销的时候 确实是现在大家对这方面要求 变得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我也会先去跟官方去讨论 那当然你们如果也可以直接联系官方 因为官方那位PM 就是他同时是中所学口罩 跟申费券的PM 所以最近有点忙 我给他的幸运可能就是一阵子还要回 但是等他稍微忙的一段落的话 我们也很愿意专门一个会 来讨论官方这边 是是是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 把这整个变成一组合 我想包含国内的自主业者 他要去当年做生意 他就说我这一段有open source 他想要去 因为我们还会提到一个 森贝券的地图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在附近哪些邮局 还有森贝券可以买 那这个就是口罩地图 所以我们也会去跟口罩地图里面 设计的特别好的 像大家如果有特别想要跟哪一个合作 我是很喜欢口罩地图里面 但是吴嘉文的比较多人用等等 就是跟那个设计师合作 把它变成成他地图 那这个比较好谈 因为第一个他开始就open source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官方说 然后你的检保署 没有open source的那些API 端点 你这一次就要open source 像你前后端API Server 跟这个视觉化端都open source 那时候你这一包外销就很容易 好 这一根我们将来要去接架 或把发展是 你有我们秘书就是小婷或紫薇的联络方式 OK 就直接跟他们分享的刚刚刚 主要是紫薇的 主要是紫薇的 那我们因为我们负责入到系统电视组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把这个您的想法 提到我们电视组的议程上面来去 OK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这边就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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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